请问一下 如果当我今天我要做分析的话 在这么多的资料里面 分析是不是用数据分析 就是用数值的分析 所以你觉得老板最关心的是什么 最在意的就是利润 他想知道我到底哪一个时间利润得到最多 如果你的主管是营业部的经理 他可能关心的是折扣多不多 还有就是创造出来的利润有多少 这是他追寻的目标 所以你要看你的主管是谁 然后我们来去做这些的数据分析 那我们现在就先分析老板最想知道的数字 因为我们拿到很多年的资料 所以我们通常会这样比 就是各年利润的一个统计分析 如何做分析 我们这边决定是做一张 老板最想看的图表是利润 那我们现在就来算各年的利润分析 首先第一件事情 油标落在这个资料里面 任何一格 第一件事点常用 第二格式化为表格 第三随便你选一个把它变成表格 那这个表格他会说 这个地方看到它是有标题列的 预设是有打勾的 第四你只要点确定就好了 这个动作只要做一次 我现在就把现在这个范围变成表格了 我现在就在这张上 这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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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用了